真要变天 李克强强势出境 胡锡进闻风雕心盘 今 省卫健委官员也反习近平了 痛批清零政策 灰头土脸 俄罗斯又要退群了 还是个大的 今报 习近平除了脑瘤还得了一线癌 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5月18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尾独报 我是Cherry 在各种流言风行习近平沉寂的时候 李克强正在红透整个中国 世界舆论对中国的焦点也纷纷转向了他 继近日上海之行后 李克强5月18日到访云南大学 在2022届毕业生招聘会上与师生近距离的互动 但所有的人员都没有戴口罩 与大陆各地正在实施的强制管控清零的举措对比强烈 17日 一条有关李克强的新闻登上中共党媒头版 18日 胡锡进发博文非常重要的信号 跟上这个信号 网友调侃 胡叼盘转向了 据云南大学微博消息 5月18日上午 李克强来到云南大学考察 云南大学师生们挥舞着双手 夹道欢迎 现场气氛热烈 媒体报道 李克强18日上午抵达云南大学考察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等官员陪同 李克强在考察期间层到云南大学2022届毕业生招聘会的现场 李克强说 你们一定要站在我们坚实的土地上 建设高尚云端的成就 据自由亚洲报道 18日 李克强现身云南是在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他考察了云南大学2022年的招聘会 为面临毕业及失业的大学生打气 他一根农村代表座谈 提出给农民融资补贴 以及对较早贷款做出宽限 以协助农民度过疫情及经济不紧的难关 据微信疯传的照片显示 云南多个习近平的语录牌已经被取下 鞋靠在路边 这显然是非常反常的情况 而此前 李克强的语录也上了贵州尊义市政府的便民大厅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多年来 李克强一直在被习近平边缘化 如今 李克强正重新活跃起来 成为中共政府高层近十年未见的一股潜在制衡力量 据中共官媒报道 5月16日 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 自由时报分析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重要外交及经济政策 却是出现一堆烂摊子 在重要据点的巴基斯坦更爆发激烈死亡抗争 李克强这次通话会有收烂摊子的意味 这条消息意外出现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5月17日的头版上 5月18日 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文 贴出了上面这张人民日报5月17日头版的截屏 同时还贴出了官媒的报道 刘鹤支持平台经济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并在文中称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跟上这个信号抛弃怀疑与彷徨拥抱新的机遇者 将被证明是真的商业英雄 时代英雄 这几年平台经济 民营经济都是习近平打压的对象 这次胡锡进 力挺李克强 刘鹤 恐怕是他已听到了高层的机密 已经开始积极转向 漫媒博主马黑认为 不管真假 海内外 希望习近平下课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像李克强这样的77级 78级大学生 比习近平这种工农兵大学生好 至少文化程度高点 眼界宽点 容忍度高点 会多点自知之明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李克强已从习近平的阴影下走出 有人背后撑腰 胆子变大 开始造势 到处露脸 争取话语权 与各地诸侯大学们通通气 这也许也正是一场党内斗争大对决的前奏曲 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民怨四起 体制内也出现反对的声音 甚至有防疫部门的官员 也不具名向外媒诉说不满 直言新冠在中国已变成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疾病 医学专家们对此感到耻辱 分析指 在中共一向是政治先行 体制内官员服从第一 这个情况的出现非同寻常 应该是习近平地位动摇引发的政治现象 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 近日以中国零新冠病毒下一步是什么为题 阐述中共当局是如何将自己逼入 难以持续防疫战略的死胡同的 报道称 两年多来 清零一直是中共抗疫政策的核心 当局一直吹捧中共在遏制病毒方面取得莫大成功 官方统计的染疫死亡数据遭到外界质疑 上海3月底起的封城防疫期间 除食品供应短缺败 对经济和医疗服务的破坏变得越来越明显 此生灾害被指超过病毒本身 报道说 许多人开始严重怀疑 当局的封锁政策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的有效性 有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省级卫健委官员对柳叶刀表示 他们都对清零政策表示怀疑 一位官员直言 COVID-19在中国已成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疾病 任何主张偏离当前清零政策的声音都将受到惩处 这位官员表示 高层再也没有人真正听取专家的意见了 这对我们的医学专家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 另一位官员也表达类似的看法 称清零造成的损害超过其所带来的好处 这一点也不划算 我们都知道 上海封城早前引发中共防疫路线之争 民间不断有反对以封城为特点的清零政策 但官方不断强调坚持清零 习近平5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 继续为当局的动态清零防控政策辩护 称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是科学有效的 同时要求坚决与一切歪曲 怀疑否定中共防疫方针的言行作斗争 有视频人士表示 省一级的卫生官员敢于接受柳叶刀的采访 而且都表达了对清零的不满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对现行政策是不能表达反对意见的 那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此外 早期一直在为中共开脱和掩盖的柳叶刀 居然也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一样 转向批评中共了 真是强倒众人推 考虑到中共最近新规定退休官员不能妄议中央 看来党内反对声音不小 坚持清零还真不容易 看来习近平的政治地位确实已经很不稳固了 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孤岛 给外界的感觉和朝鲜已经很接近了 不过它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 俄罗斯杜马副主席托尔斯泰日前称 俄已退出欧洲委员会 下一步就是世贸组织和世卫组织 他表示 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国家杜马递交了一份相关协议清单 正计划与联邦委员会共同评估这些内容 然后提出退出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就不断的退出各种国际组织 按照规定任何成员要退出WTO 要向WTO总干事提交书面退出通知 在总干事收到这一通知之日的六个月后退出生效 退出后 俄罗斯与其他WTO成员的经贸关系 将从多边贸易关系回到双边贸易关系 不再享受WTO成员的种种优惠待遇 北京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俄罗斯退出WTO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WTO主要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 而俄罗斯贸易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为主 且加入WTO较晚 在WTO内并未像中国那样享受到全方位红利 第二 美欧此前已停止对俄最惠国待遇 而最惠国待遇是作为WTO成员最突出的好处之一 现在好处已经没有了 再留在WTO 在俄罗斯看来就没有多大意义 2012年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 在日内马获得批准 从长远来看 推出WTO对俄罗斯来说绝非明智选择 美欧之所以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 目的就是要把俄罗斯踢出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彻底孤立俄罗斯 摧毁俄罗斯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主动推出WTO 不能不说是郑重美国下怀 WTO规定只要有成员提出要求 申请加入者就需要与其展开谈判 可以说俄罗斯一旦退出WTO 再想加入就是难上加难 外媒视频人士巴山克认为 俄罗斯已经对与世界接触失去了信心 也对自己的经济前景失去了信心 退出WTO 闭关自首 准备自保 但最后肯定也保不了什么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世界彻底抛弃 据美国政论家陈破空爆料 习近平除了罹患脑瘤 还患上了一线炎 最近开会时 眼前放着两个茶杯 一个装水 一个装药 其实就是为了止痛准备的 一线炎属于恶性肿瘤发现后 一般只有四五个月的生命期 最大也不会超过五年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黄菊 就是因为发现这个恶疾 六个月后去世的 陈破空说 习近平自5月10日后 曾一度住院 发病原因在于 近期在党内斗争中失利 陈破空指 本来习近平希望从广西 为自己二十大上继续执政造势 结果却遭到党内空前反对 广西省西南市已下令 回收并销毁 吹捧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口袋书 目前广西官方媒体 此前对口袋书的相关宣传报道网页 已全被删除 陈破空说 习近平今年的两个赌博都失败了 一个就是赌俄乌战争 他支持普京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另一个就是上海大封城 搞得天怒人怨 全民抵抗 以至于不断有声音 针对习近平和习家军 也动摇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陈破空认为 现在恶极缠身 肯定不会有第三个任期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 万维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出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